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继续走向更加深化和顽强 给予这么高的高度并不可观 因为这个制度是六十多年来一以关制的 虽然用十一届三中小和一九七八年那样一个转折点 是进行了开始进入某种经济体制改革状态 那个时候算是中国现在的六十多年来当中 可以正式作为一个分野的一个年代 那个年代不过是从共产集权的计划经济 走到了共产集权的上体经济 或者后来的所谓市场经济那样的转折点 也并没有改变那个制度的根本的运行体制 包括一样专制的这样一个运行体制 都没有改出 那么十九大会不会变成了一个由习先生主导的 一个政治体制 一个泛天覆地变化的 或者像大家要理解的像先生民主走的这样一个状态 出现那样一个转折点 现在很多人仍然对他抱有期待 仍然对五年前的期待一直期待到今天 在我看来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期待仍然很多 全球都有对此抱有期待 虽然在前一段时间 我的某一个视频讲话当中 我仍然说给习先生提建议 他仍然有让中国彻底转轨 走向融入世界潮流 使中国整个走向民主化的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确实是在他手上 也鼓励他也希望他能够这样做 但是呢 就客观去世来判断 过去五年的去世来判断 我不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 而更大的可能性是更加专制的极权 而且我也说过是一个纳粹的道路 这个是红色帝国的进一步延续 而且现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都为他创造了这样的场景 美国的川普总统提出不再为加价格二战 跟中国只是商业贸易的大贸易战 这个贸易上你满足我的要求 至于在全球范围内 我原来对你的历史形态 你的制度和人权问题提出的那些挑战 现在川普上台以后肯定不放弃 现在是全面的风头要开放了 马上明天才是他的新一轮的这个战略车上 又要开始终于事件 按照习和他的这个在海湖庄严会谈的结果 所以呢 我个人预计十九大没有翻天覆地的制度性编格的可能性 反倒有进一步沿着红色帝国和纳粹的道路 还要走的可能性 所以他不具有根本性的转折点 而是过去五年来的一个延续 而且呢 这个如果说转折点的话 就是由这五年某种相对某种 比如说齐常委的某种带有集体领导色彩的 一点点像个人集权过渡的这个状态 完全变成一个人的核心 就是以习为核心的 甚至还要不要常委啊 甚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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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二十大一头的接班人 这个是不是要修改宪法吧 国家主席也延长任期 有有可能的话可能都是这些可能 就是他都在安排二十大以后自己的接班人 然后呢 十九大之后基本上以他个人为核心 完全是一人独党 不光是一党独党 然后呢 这个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 然后这个这个是他能够再执政 他的执政组长度达到十五年以上 这个如果说可能性的话 这种可能性更大 那么既然有刚才我说的 我说的这么肯定是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海外爆料 说有人开始揭露中共高层内部的腐败 没有揭露习啊 揭露习身边的一些人 包括部一级的官员 这件事总体上 会对十九大有多大的影响呢 因为十八大以来 就抓了这个几十个中央队员 上百个这个这个几十个僵局 呃 然后前政治局 前常委 中复康长 对不对 这个这个很多人这个 甚至已经这个被抓了之后 就死掉了 下去下去下去再后 反腐力度之大 是空前卫 就是十八大以前十六十七十五 那都空前 跟那个空前卫 这么大的反腐力度情况下 说再爆出来 一两个人两三个人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 这个爆料 发生过实际效果 就说哪怕你报道了一个副部长 关于傅振华 对不对 哪怕报道了一个部长 关于黄燕 再报道一个政治局委员 孟建柱 如果再报道一个常委 王岐山 这个假设是这样一个连锁反应的话 中共确实根据这个爆料 开始查处 开始给予实质性反应 那么我说这个爆料 可能产生了它某种程度的症状 真实的政治效果 那么到现在看 这个真实的政治效果 还没有发生 那么很多人期待 说是最好能够让它发生 那么这个期待也有两种结果 我要先判断它的背后的大的政治格局 你期待 报道一个现在跟习合作的 这个帮着反腐的人 这有两种可能性 它的结果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你等于把习的一个笔网砍掉 让它不再反腐 或者反腐印度警告 那个爆料人是不是代表着某种过去五年来被习打倒的那些贪腐集团 它自己也是那个贪腐集团的一部分 或者是它的派手套 或者是它也是那个行贿人之一 它为了让过去这五年被打下去的人 能够某种程度上算卷土重来 或者报被打下去的人的一见之仇 这样来对待那个跟习合作一块反腐的人呢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 是这样打下去之后 如果海外舆论和其他的舆论都认为 习跟王之间有某种矛盾的话 而爆料人是坚持把那个跟他有矛盾的王这一方打掉 为了挺那个习 那么这个习被 假设他能够报成目 被挺的结果就是刚才我说的更加集权和专程 所以我不觉得 如果真能发生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不是海外的各种民主运动力量 我们处装自由民主的力量 以及国内的被压迫的 在两极风化的底层的那一部分人 现在虽然很多人很盲目的去支持他 真正在心里面想同伴 就是他这样打倒的结果 可能保持的是可能对你更加努力 更加专心分化的这样一个后果 这是我刚才说的 做扒的政治背景分析 但是我没有任何要挺那个王庭 他要打的那些人的意思 因为整个这个集团是负败的 这大家都知道 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家族 能够逃脱这个腐败的某种关联 他本人没有腐败 他的亲属 他的家族也可能有某种腐败 所以这个爆料就显出了某种正义性 反正他是腐败分析或者腐败集团当中的女人 那么如果他确定有这个腐败东西被爆出来的 也被习为首的党工压查处 我们仍然是支持 尽管我说他的爆料还有第三个技术性特点 他也是选择性的 比方说叶良教授也一再蠕动的 包括我们很多人在网上一再说的 为什么不抱李铃家族 为什么不抱陈津家族 为什么不抱陈津家族 为什么不抱这个这个 那些大家都眼见着非常贪腐的 王正家族 而只抱跟他号称有丝绸的 这个丝绸是不是真的还蛮硕 都可能是贪腐的 他们的家族都有问题 都是全对资本的一部分 他抱谁我们都支持 问题是 有没有真凭实据 别临时起义 雇佣网上的各种调查公司 临时调查拼凑资料 最后我们需要大方 你们后来的人们要听到前面的话 我会列为两分钟我补充一下 我说郭爆料这件事 这个郭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郭文贵被他自己补充 无论在法律意义上 和自然意义上 所有没有郭文贵 我们不切用他来代替 他说 这个 他爆料这件事 我做的政治分析是 首先 所有的中共贪腐集团 高层肯定都是他 如果他能爆出任何其中一个 有真凭实据的 我们都支持 那么这件事对十九大有多大的影响 我刚才说了十九大要走 武孙帝国之路 纳粹主义道路 这个事 眼下看很难更改 那么如果 在这个意义上 能不能影响这个走路线呢 影响到 没有那么大的力度 那么过去五年 习王结合打掉那么多贪官 那么现在 这次郭的爆料 如果能把打贪官的那个人 那个贪官 他意义上贪官 也打掉 我们也喝些苦 这就叫以黑反黑 以贪反贪 反正以贪反贪 反正以贪反贪的也贪掉 反掉 但是 他又有另外一贪 因为 对习来说是断气一批 对不对 他们两个一向是紧密结合的 去反别人的死 那么你现在 就要把他那一批砍掉 你是不是代表你赞业人的将老 你赞扬的将老 你说的很伟大的增 然后 等等等等 这一票 被习王打下去的贪腐力量 你在带他们发言呢 这个是不得不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不对 过去五年被打掉这么多人 你现在代表他们在发言 说下去的人都是好人 被打下去的 说是好像六千多人多少 他自己说是六百多人 没有 他已经公开提了一大票人的喊 23万 提了一大票人的喊员 公开喊员多少次 然后说 跟王比起来 那些都是小菜 根本就不该抓 马建同志是最好的 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也说了很多次 那么 我们会不会在政治分野上认为 他是被习王打下去的那一票人的代言人 然后他也是那一票人里面的心灰人之一 他代表他们向习王的反腐来反忽呢 如果有这样的政治背景在里面 我们是不是还要百分之百的支持他 我们作为海外的民主力量来说 他反调谁我们都支持 反调王也支持 反调曾也支持 反调什么什么 梦我们都支持 反正你共同志 接触了政府 败了我们就支持 至于你背后什么政治目的 我们可以暂且不论 这是我前面说的话 说到后面 暂且不论 我们也要论一论 你报的真相 刚才我说了 他反调王是自己说 前一个三个书籍我坚决拥护 拥护了三个月 然后突然说我不拥护 为啥不拥护 他说我跟王有私仇 突然发现不是 不是负责王导的 我都是王导的 这个话到底 我就根据他是不是这样故意说 我们无情无论 总之他曝王是临时起义 临时起义 就说明他没有从北京家里边 有什么小视频 有什么提议文件拿出来 他就准备好了核担午报 我们看到的情况 是在动用调查公司 在网上搜罗了一大堆东西 编了一套表 这个表本身里边漏洞百出 好几个一模一样的摇权 好几个两个不同的人 然后安到他的头上 然后编出了一个二十万亿的表 二十万亿的表 我在网上我直接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点数字概念 二十万亿的什么意思 中共中国现在的财政收入 一年是十六万亿 十六万亿的总财政收入 国民收入两百万亿 一百万现金一百万固定资产 有没有可能一个家族 拿走二十万亿的贪腐 然后他自己赶紧出来澄清 有路也质疑 我也质疑 其他人也质疑 他赶紧承清说是控制二十万亿 控制万亿 二十万亿在昨天的事情里边说 他大概贪腐了有的三两千亿 这三两千亿我还没有看到 他修改之后的由王岐山或者 姚明山家族直接贪腐了三两千亿的 直接贪腐了 还没有看到 他是昨天改口 但是我回头来就要问 什么叫控制二十万亿 习近平是不是作为最大的核心 他控制了两百万亿 对不对 全中国的一百万不定资产 一百万亿现金都在那上 可以这么说吧 你能不能说习近平把这两百万亿都贪了 以他的逻辑 所以什么叫控制二十万亿 王岐山作为一个中央常委 作为国务院管金融 曾经管金融管管国外贸贸的服务人 控制二十万亿 说太少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话题没有意义 那个姚明山的地址下 对应着有一个叫孙凤山的一个男的 在那跟他同居 你能不能说王的老婆在外面 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 这些事能不能都对得上 我说了我黎北东考驾照 在美国五个重名 还有两个有罚款 我不停地要证明 让美国政府证明我国数 最后就六个人 当然我在那六个人的父母 都拿出来对比 名字是一样 我才证明我是黎北东 然后给了我一支证明 我才能去考驾照 这样同名下在网上模糊查询 他委托那个调查公司模糊查询 也是这样一个结果 人家说六十岁到七十岁年龄组下面的 有五个姚明山 其中符合你六十六岁要求的 有一个 但这个人跟他同居的一个孙凤山 在这个地址下就是这样的 他自己公布出来的给调查公司的 一个英文的报告 给他的报告就是这个 所以我在我的推特上也没有目录 那这叫爆料吗 那么我们回头还有回头说 关于世界大 中共会怎么看待 孟文贵的这个爆料 半年以来 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一件事 一件料 是可以经得住司法查询的 由第三方给出正名的 比方说说了博取三条 一条 他公布了一个录音 说那个录音是叫吴征的人 跟他打电话 这是最早出来爆料 那么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叫吴征的人出来说 那就是 这件事的司法含义仍然是不存在的 只听孟文贵一个人在说 只听他一个人在说 没有孟文贵了 我再强调 咱们在谁任何媒体在采访的时候 我采访郭文贵 我说了我都会鄙视 这个人的字体 却宣布在法律上没有 对不对 而且他不说他自己叫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他叫啥 而且我说任何一个媒体 如果再采访这个人 不首先得验明正身 这都是在法德盟 都是在服务公众 对不对 这个人到底叫啥 我们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那好 那现在说 这个人说 吴征给他打电话 吴征说 说老郭 要让博取三天 一个帖 要四百万元 要四百万元 四百万元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老郭说 那这么贵算了 那意思就是说 也没同意这个吴征的敲战 也没跟博训真正交过钱 这件事不存在 但是呢 因此说 尾石让吴征敲诈 敲诈郭文贵 这个逻辑练的 有个人不知道 是不是叫吴征的人 在电话里说 那个尾石让你一滴一贴四百万 然后你就说 尾石敲诈了四百万 那个证据 他的证据出来满谎都开始骂 那我去这特务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份贴吴征 这个证据只能证明 你郭文贵和吴征两个人是特务 你们俩要平级要上级 因为那个吴征在电话里说 我代表东阳给你宣布几条 你又理工了 对不对 然后你们两个讨论怎么办 这就是所谓对国庆爆料的第一条 惊得出锤枪呢 第二条 我之所以跟他有不同意见 就是我跟高瑜跟胡平一块 在他们家参加了那个会 回头我跟高瑜前后一块回了中国 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找我们的麻烦 那个视频也没有上 就是高瑜讲清净的那段话 真正上是高瑜已经被抓进去了 已经被电视认罪了 韦氏说我们要让国内知道 高瑜到底为什么被抓 就是因为说了习 而且是习主党的 那个时候高瑜被抓 好多人都说对习没有关系 也傅政华干 韦氏说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这事是习主党 把这个事情再发出去 那么郭文贵上代就说 是我们那个会开完之后 韦氏在那个会场陆里 直接叫完录像就给了北京 我是听到这个话说了之后 我大吃一惊我才开始跟他较劲 我说好 我写了这个整个会议的全部过程 我说请郭先生 你能够出示 这个韦氏把这个录像 给北京公安部的证据 你出示了我跟你一块批文士 我说了这个话之后 他就开始骂了我一个月 一句正经的话也不回答 让他的水军 他自己不停的转 李北东是特务 李北东是骗子 李北东下三路有什么问题 你就回头看他 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个问题 唯有他那个打手 那个新闻发言人 那个昭明说过一次 说老婆是国安部的 他说有就有 李北东能让人暴露他的先生呢 有这么流亡吗 到今天他也没有给出来韦氏 把这个录像给北京的任何证据 全网就把韦氏打成了特务 第三条 他说韦氏收贴 这个收钱 扇贴 公布了韦氏的网上四十多万 三十九万多 从香港来的转账的钱 然后就说 这是扇贴费 一个经营性企业 你通过会议师 通过律师 把他的网上转账能够掉出来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转账三十九万 他后边哪一条跟着说这是扇贴费 有证据吗 完全没有证据 那么我刚才要说 郭文贵的爆料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中共什么态度呢 中共就基本上拿他当自己的包衣奴才 他本来就是个博安特务 你在外闹 像张立凡说的 我们赵家客院整的争够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允许奴才造反 所以他对中共十九大 对整个国内没有任何错 中共从来没有怕他 中共所有的 他郭文贵自己宣布的胜利 通通都是自己编造的 什么几个人把他的气力送出来 我跟他说 我说你把你老婆那天你宣布 你老婆被特赦了 然后你高兴得不得了 今天有重大爆料 你把你老婆女儿那天 已经来的机票赛出了 我就承认你胜了一位 没有这张飞机票 你就是在自我宣称上面 所以我认为 如果有人能把中共整个贪腐集团的任何一个人 实打实地把他给爆死 他说有一个人 一个老干部 口碑那么重 把人的族男生 到族女儿都给剪影了 我说好 你为什么不说这个人 你跟他有什么勾搭吗 这么混蛋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不把他爆料爆死 然后把他揭出来 全体人把他枪毙掉 你说到底是黄断了还是真的 你能不能让我们看到你爆出一键实打实的 知道对方怕的那种案子 如果没有 就别乱给我们感情 知识力爆料爆大料 把中共爆死 谈判爆死 但说假话忽悠 哦